第十字幕 拍攝 第十字幕 拍攝 第11位 拍攝 大家好,我是Ru醬 我是Ru醬 我是Ru醬 今天呢,大家看這個畫面就知道 我們今天的影片主題呢 就是要開箱 我們要開箱的就是 政府送給我們的育兒用品 那這個政府送給我們的育兒用品 是怎麼一回事呢? 我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它其實就是政府 幫助新手爸媽的一個制度 因為我自己也是朋友跟我講 我才知道我這個制度 所以我想說一定要介紹給大家 讓可能在日本育兒 然後不知道這個制度的人 也可以利用一下 這樣睡筋繳才值得 對 我也沒有這個制度 Ru-chan也很開心 他這個制度叫做 赤痂痕快 那我查一下資料 就是東京都政府 對於生產還有育兒的一個 補助制度這樣 所以你知道懷孕的時候 你就去你的護身事務所 跟他們申請說你懷孕了 他們就會給孕婦五萬點的禮券 然後另外呢 如果你生小孩之後 一個小朋友可以拿到十萬元的禮券 他不是給現金的 他是給像點數這樣子 政府會給你一個專門用來 登錄的帳號密碼 那你登錄之後呢 就可以到政府的網頁 用這個點數去購買商品 那商品的種類真的非常非常的豐富 有育合用品 也有孕婦使用的東西 也有非常多的家電 甚至如果你要請人家來家裡做家事 或是請人家來家裡做料理 都可以直接使用他們的點數做摺底 都是在那個專門網站上面消費的 那除了這個東京都政府的補助之外呢 每個區或者是每個市 可能也會有他們自己的福利 那可能大家就要自己去護身事務所詢問 就這個真的要知道 不然真的太可惜了 像我們家這次其實是買第二次 因為我們第一次的時候 就是我剛才說 懷孕的時候會拿到五萬點 就是我們是拿來買嬰兒床 還有獅子基因 還有尿布 那可是也要先跟大家說 它那個專業網站上面的價錢呢 其實會比一般市價還要再高一點 那這一點就看大家覺得划不划算 那現在這次大家看到的商品呢 是麻吉出生之後 我們拿到的10萬點購買的東西 我們就把10萬點全部花光光 因為商品的種類真的太多了 那像比如說小朋友用品 他們就有分 嬰兒車 氣座 嬰兒床 寶貝カメラとか嘛 對 尿布、獅子巾、玩具、繪本 還有一些副食品可以直接上面做更換 那如果是媽媽的話呢 像是骨盆袋 孕婦裝呢 還有一些產婦吃的營養品 那家店呢 哇這種類更多 還有百慕達的烤箱 微波烤箱爐 然後還有帶種的吸塵器 風景清淨機跟風扇 我以為這個中間可以選擇的 很浮誇的 那我覺得無料器問題 對 無料器問題 嗯 不枉被我們工作腳這麼多水晶 也感覺到日本政府就是因為現在少子化嘛 所以他們可能真的也是 蠻用心在推這些計劃 就希望可以減輕一點大家育兒的壓力吧 買に行く時間もないしさ こういう風に郵送してくれるからいいよね 確かに買に行けないもんね そうそう 啊但是我也必須說 就是我們在生完小孩的 那個10萬點數下來的時候 真的是等超久的 那幾乎かかった? 3ヶ月だよね 那幾乎かかったよね なんかなかなかいつ来的呢 いつ來的呢 所以如果真的很急的人呢 建議還是自己先去買 因為它真的是送到的時間會比較慢一點 我們其實這次買的主要也不是 完全那種必備品 現在瓦吉已經6個月了 我們其實東西都準備的差不多 這就是額外我們自己想要再買給瓦吉的東西 因為選項真的太多了 反正我們那時候看就有先確定我們一定要買這一台空氣清淨機 然後其他的文章就是讓我自己選的 那我們就先開空氣清淨機給大家看 那我們為什麼會買空氣清淨機呢 因為我在懷孕的時候文章就有說 以後生小孩就要滿注重這個空氣品質了 所以我們就有先買了一台空氣清淨機放在我們客廳 然後就發現 哇 客廳的空氣真的變得超清新的 走去其他房間就會差滿多的 我們客廳算跟寝室 非常開一個門就可以進去了 可是我們覺得空氣還是有差 所以想說就買一台空氣清淨機 放在我們的寝室 這樣子的娃娃機在睡覺的時候 那個空氣也比較好一點 欸とね リビングルームにも プラズマクラスター買ってて それはね 助室 加室 空氣清淨機の3つ 付いてるやつなんですけど 今回買ったのは 加室と空氣清淨機 助室は付いてないタイトを購入しました 真的有空氣清淨機差好多 我們家就是真的 特定的空氣很明顯就是非常的舒服 特定ルーちゃんが言うんですけど なんかすごい息苦しいって言うんですよね リビングルームにいる時はすごいね 快適って言うんですけど 寝室に行って ドア閉めると なんか息苦しいっていう時が 如果只有我們兩個的話就還好 沒有話題嘛 就考量話題的話 覺得還是這樣比較好 然後因為文章之前就有說 他就是買Shop的這個系列 這個系列我們真的覺得還不錯 ここにタンクを入れる所だって ここに水を入れて 加室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す これね すごく欲しかったの 今度はサイト見てあったら そう… 真的是年紀越來越大之後 會花比較多錢在家電上 有好的家電 真的會讓整個生活品質都大提升 所以這一台呢 就是我們想說用這一次的連続 一定要買的 好 那接下來就在開箱我選的東西了 さてなにやったら 正直にこれを忘れてた それを忘れてない たらー 第一個 ディモア的口水筋 マジシア自己有用一些ディモア的口水筋 我自己還滿喜歡他們的產品 取緣品質很好 然後吸水力也很強 次はこちらです 這個也是ディモア的固齒器 他這個好像是像 剛才的口水筋是一個線 最近マジシア就感覺好像快要長牙 他就非常的愛咬東西 我就想說選了一個固齒器 這樣他就都可以用到 很丈夫な肌肉が生えますよね そう 次はこちらです じゃじゃーん 這個是A.G.SOMAMA的體溫計 就其實我們家現在已經有體溫計了 可是因為我們家體溫計 都是插在他的腋下 就要花比較長一段時間才會顯示溫度 那小朋友嘛他不懂 他就會一直動不動 那個15秒真的是超煎熬的 那我們就看到兌換網站上面有 這個A.G.SOMAMA的體溫計 如果是涼額頭的話只要3秒 那耳朵的話是2秒 我們覺得太方便了 所以我們就選了這個 而且他真的動不動 每次温度的差距都生了 對 有時也有37.2度 有時也有36.7度 就變成這樣了 下一個是副食品餐盤還有圍兜兜 麻吉現在吃副食品一樣還沒有那麼多 都是小碗小碗的 那因為接下來可能量要變多嘛 或者是他有嘗試一些手指食物 所以我們就有選這個餐盤 牌子我們其實沒有特別選 就會看到覺得他不錯我就選了 然後接下來呢是我個人 選給麻吉這一大堆的日本的有生術 因為我發現麻吉他非常非常的愛看有生術 因為小朋友還不懂嘛 所以如果你給他一些比較複雜的 像是玩的他就也還不會玩 然後講故事給他聽 有時候太長他又受不了 可是有生術或是聲光玩具 就會讓小朋友覺得比較有趣比較刺激 那因為我現在手邊有的都是英文跟中文 那因為麻吉便是台語論寫嘛 想說這種日本人也要讓他熟悉一下 中開著 這裡有電源ボタン 電源ボタン 入れると よいしょ 喔 電池が入ってて すぐに使えるようになってますね これいいね 還有這種是交通工序的書也超可愛的 そう 我昔ね こういう僅僅的車 めちゃめちゃ好きだったんですよ 喔 喔 結構 結構ちゃんとしてるな 你今の期待すごい 救急車 喔 すごい これ楽しいね 現在的童書真的做的很厲害 我也有買一些台灣的童書給我買 也真的都做的很精細 然後像這個有生書系列 總共是四本 它這個四本也寫一個set 我記得好像是一萬點吧 然後最後也是迪莫的 我忘記它是一個set 反正我好像選超多迪莫的東西了 這個是迪莫 針對小朋友開始吃飯的副食品的一個餐具禮盒 中身を早速開けていきます 哇超可愛ね 超可愛的 そうこれね可愛くて これね二層なってて まず一層目がこういう風に 雲のね お皿がついております そしてこちらには スプーンと あと フォーク ついてます でこの雲を取って ボールが出てきたり コップが出てきたり してきてます えーこれ超可愛ね 對 これ普通にプレゼントとしても めちゃめちゃいいね これOULD 私はもう一箱 これ今回全部で10万ポイント そう 合本 這個繪本狂喔 是不是超愛買繪本 英文本和英文字典 是想說因為我們家現在有的 都是我從台灣那邊買 就有中文跟英文的 就沒有這種日文的 那想說反正出這種東西也不嫌多嘛 就都可以試試看跟花旗 我們剛才翻了一下裡面 就真的是黏色了 因為小朋友他們很喜歡看這種 就是顏色比較鮮豔的東西吧 比較能夠吸引他們的注意力 對 挨拶教他們 對 挨拶教他們的東西也很喜歡看 哈囉 我是Yuki 大家好 我是Yuki 不錯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自己換的全部的商品 啊 我真的覺得很滿意耶 可是真的一定有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如果大家看到這裡 或者是你們有朋友 交在日本生產在東京的話 就可以跟他說一定要申請 因為當初要不是我朋友跟我講 就是我真的就完全不知道 這是真的要不可以申請的 對 就是雖然這個不利呢 是東京都每個產婦 每個家庭的權利 但是 如果你沒主動申請的話 你就沒有了 所以就很可惜 就是情報真的很重要 像我自己也是常去兒童館啊 或者是附近的一些 就是 育兒 姻緣設施 他們也會提供很多消息 所以我一看來已經等不下去 覺得太久了 爸爸媽媽怎麼都不陪我玩 一直在開箱啊 全部餅的物だからね 乗物餅囉 很棒哦 我來啦 等一下 很棒耶 好好玩哦 都好好玩的東西對不對啊 而且這個全部都有附格子 我一直都是中國的小孩 所以分担是不能使用的 這種東西有的時候 Soo 姻緣也會玩得到 嗯 一杯貰到了 我真的覺得很值得了 這個制度是大家知道的 活動一下 生小孩跟養育小孩是一件事還蠻花錢的事吧 政府有這種制度我們要多多利用 然後也真的可以減輕年育而壓力 有很多地方自治体等 制度有不同的可能性 所以大家也知道這些網絡也知道 是可以的 但是有些地方可以使用 謝謝大家看今天這支影片 大家也可以留言跟我說台灣有什麼制度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大家再見 掰掰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